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就是软件单装, 大家把这个环境都先搭建起来。 搭建起来之后,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Elastic30的一个基本使用。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用法。 然后第四部分就是实现我们上面搜索的功能。 所以今天这个搜索的内容主要就这么一些。 我们先看第二部分就是软件单装。 第一个呢,由于Elastic30是基于加法语言开发的, 所以我们需要运行的话,需要安装JDK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安装一下JDK这个软件。 然后那下载呢,我也贴了一下这个位置。 大家如果需要自己下载它,可以去找。 然后我今天也是提供了这个安装包,JDK的这个。 直接双击打开,然后去进到这个安装界面。 哪个示范是吧? 我不太想去示范。 没有什么特殊的。 因为我装好了,但我重新弄的话。 比较麻烦。 双击打开之后呢,去点击下一步去运行。 我这个下一步。 有点慢。 卡住了。 这个安装可能会有点慢。 它检测到我已经安装过了,是否要重新安装。 我就否了。 一种麻烦,不演示了。 具体的安装呢,我把具体步骤切出来了。 所以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双击打开之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会进入到一个选择安装目的一个界面。 那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呢,你去选一个。 选一个安装路径。 像一般安装这种软件呢,也尽量不要有那个中文。 目录的那个路径上尽量不要有中文。 然后呢,再尽量不要有空格。 当然,绝对多数家你有空格是没问题的。 当然也尽量不要有空格。 然后,选择好之后呢,点击下一步安装。 当中间你要改的,就点这个更改,就改。 那选完之后呢,到下一步。 然后就等待它一直安装。 进度安装完成。 所以除了中间要大家选一个那个安装路径之外,没有别的。 这是这个软件的一个安装。 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同样要给它配置一个环境变量。 我们要配置一个叫做Java Home的这么一个环境变量。 所以呢,和我们之前的配置呢,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去找到呢,我们的环境变量的配置的地方。 高级,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需要到这个,我们以前配置的环境变量都是找到一个PASS的这个路径。 所以我们现在配置的这个Java Home呢,不是放在PASS里边。 是先在它的外边。 就和PASS同级的,我们先定一个Java Home。 那可以直接在外边用这个新件。 你写个变量名,写个变量值。 然后保存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Java Home, 所以名字就叫做大体的这个Java Home, Java下部线Home。 它的这个值呢,后面这个值, 就是你安装的那个Java的那个路径。 它的安装路,复制过来就行了。 只要我这里安装在呢, 我的一盘的Java的Java12里面。 我们去找一下。 一盘的Java,里面有个Java12, 我放在这儿。 就把这个东西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这是首先配置第一个环境面量。 然后呢,把它配置好之后, 我们再来配置那个PASS的环境面量。 所以再来配置第二个, 就我们那个以前通常用的那个PASS。 那我这里打开那个编辑啊。 我们就直接打开编辑。 然后大家以前没有的呢, 那就是重新添加一个新的。 然后注意,这个写法, 要放这个写法。 由于前面我们已经配置过那个JavaHome这个变量了。 所以这里不需要再从一盘到, 比如我这儿的话, 从一盘到Java写那个路径了。 直接用呢, 百分号百分号, 中间放JavaHome, Java下面HOME这个名字。 后面斜杠, 一个闭幕录。 直接这里是配置到你们的那个闭幕录。 到这儿。 注意前面用的是那个JavaHome这个变量就行。 这是环境变量里边的, 这种变量的方式。 然后把它呢, 一般建议大家把它放在最前边。 放在最前边, 避免使用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问题。 最好是放在最前边, 防止受到后面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变量乱掉了, 一些影响。 好, 这是呢, 配置两个环境变量。 然后配置好之后, 把这个都安装好之后, 打开命令行, 就输入呢, Java, 空格, 一个短线, 一个version, 就可以查看到这个JDT的一个版本。 查看到这个版本。 如果出现了这个版本信息的话, 就说明安装是没问题了。 这就好比我们呢, 安装PP之后, 可以执行PP-V, 查看一下PP的版本。 一样的, 一样的原理。 这是呢, 安装这个JDK。 所以我们需要呢, 安装这个软件, 然后呢, 去配置两个环境变量, 就完事了。 然后再来呢, 是安装这个Elasticsearch, 然后这由我放了一个呢, 它的一个权威指南, 就是它的相当于使用的一个手册。 但这个手册上呢, 它, 针对这个Elasticsearch, 我们现在Elasticsearch是7.1, 7.2的版本了。 然后它这个权威指南呢, 它是从, 还是当时是二点几的时候, 出的一个权威指南。 所以有部分功能, 他官方也说了, 他上面也说了, 有部分功能, 肯定是已经过时了。 有部分说明是过时了。 但是绝大多数呢, 还是通用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手册。 然后呢, 这个下载的地址, 那这也提了有。 那我今天呢, 也放了一个, 一个压缩包, 转据包, 就这个。 这个呢, 直接挤压, 拿出来就行了。 把它直接挤压, 拿出来。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项目代码。 我们可以不把它叫做一个, 具体的安装软件。 它就是一个项目代码。 把它拿下来, 然后呢, 挤压出来。 然后你自己挤压到, 你想放哪, 就放哪, 你放个地方。 放个地方之后呢, 那比如说我这里, 我也是放在这个, 不应该是放在一盘啊。 我直接放在一盘下, 我挤压出来, 叫它一个色, 挤压后7.1.0。 把代码挤压到这。 挤压到这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呢, 也是给它配置一个环境面量。 这是方便我们后面去用这个Elasticsearch的。 因为它里面我们要启动这个Elasticsearch, 要通过命理行去启动。 所以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个环境面量, 把它的, 挤压之后的那个币目录, 把它的路径, 我们加到环境面量里边。 因为我们最终是需要用到它这个Elasticsearch的币目录的, 一个Elasticsearch, 一个命理行的工具, 得通过它去执行。 所以把它设置的环境面量, 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名字, 在任何目录输这个名字, 就会执行这个命令了。 那安装环境面量呢, 配置环境面量, 就还是放到那个pass, 就它的还是放到这个pass, 在pass里面加一个, 加上我们这个B目录的, Elasticsearch的B目录的路径, 就完事了。 然后再去启动这个Elasticsearch的话, 如果说你不配置环境面量, 那你要启动, 只能是切换到这个B目录下, 才能去启动。 那我配置环境面量之后呢, 我可以在任何的目录下, 只要打开密行, 我就可以去执行Elasticsearch, 然后呢, 加一个钢地, 这样把这个服务给它启动。 这就启动了一个Elasticsearch的一个服务。 直接出现下面这两行的话, 到这儿, 就光标一直在这闪着, 完事了, 启动成功了。 然后, 这个窗口不要关, 它必须得挂着。 你关掉的话, 这个服务就关掉了。 就相当于我们启动一个APP企业, 你得启动着, 你把APP企业关掉了, 服务就没了, 就停掉了。 所以这个窗口呢, 一直留着。 然后呢, 再到浏览器上呢, 可以去访问我们的NoCo Host的, 或者说127.0.0.1的一个9200的一个端口。 然后就出现了下面这样的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串, JSON格式的信息。 出现这个信息, 就说明我们这个服务已经启动了, 而且我们能连接到它。 就这个服务没问题了, 我们可以用了。 所以这是安装这个Elasticsearch的这么一个步骤。 然后呢, 上面对这个目录呢, 对这个里面解压的这个目录啊。 我们这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个, 一个项目代码嘛。 直接给我们这个项目代码。 然后里面B目录里面呢, 放了有一些启动文件。 Config里面呢, 是一些配置文件。 然后Data里面呢, 是那个, 索引的数据的目录。 内部呢, 是相关的一些内裤的一个加包, 就是加班的一些东西。 然后Norgs呢, 是日制。 然后Modus呢, 是一些功能模块。 Plugins呢, 是一些插线。 这个呢, 就简单了解一下。 这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和MySQL数据库差不多。 反正就这么一套, 一套东西。 然后呢, 是可以选装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呢? 是方便我们, 就是通过, 我们MySQL呢, 有这种图形化的软件。 图形化的Gmail, 可以去查看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我们现在也可以去选择, 去安装一个呢, 就是图形化的Gmail的一个软件。 我们叫做ESDX30的一个head。 所以这个软件是一个web的项目。 就是前端的一个项目, 前端开发的一个项目。 通过这种result的方式, 通过浏览器, 就能够和ESDX30和它进行数据交互。 能够从里面查数据出来, 给你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这个软件, 就是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可以查看你们的数据。 然后这个软件也是从Github上有这个代码。 我们直接下载下来, 直接把这个软件下载下来, 挤压。 那我这里也放了有, 今天的软件报当中, 也放了有一个, 就这个, 第二个压速报。 把它直接挤压出来。 挤压出来, 你也自己想放什么地方呢? 你放一个位置, 自己存放一个位置。 我还是放在这个E盘下。 我放了一个Electric 30的Head, 我放在这个mono里边。 然后挤压下来之后, 后面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前端的项目。 所以就和大家前面用VUE的时候, 做这些项目差不多。 我们先执行NPM的Instagram, 去进行安装。 挤压出来之后, 在这个mono下, 直接去执行NPM的Instagram, 去安装。 然后启动的话呢, 就执行NPM的Run的一个Start, 启动。 这样启动之后呢, 这个项目就运行起来了。 然后呢, 它会给我们呢, 又开启了一个端口的服务, 这个9100的端口。 比如说, 我找到它啊。 但是安装呢, 我这里也是安装过的啊。 所以我那个NPM的Run呢, 那个Install呢, 我就不执行了啊。 NPM的Run的一个Start。 好, 到它显示出来, 就是Stati的CollectWebServer, 就是连接上这个Web服务器之后啊, 就可以通过这个, 它显示了有这么一个地址啊, nocose的一个9100。 我们就打开这个地址, 在浏览器打开。 所以现在会有一个9100的端口, 有个9200的端口。 9200端口是直接连到那个Elasticsearch了。 9100端口呢, 是我们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软件。 就打开, 就像一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呢, 你看它会, 这里会有个连接啊, 就填写那个9200的那个连接, 就那个地址。 然后连接一下。 连接之后呢, 它的后边首先, 下方啊, 第一个是这个盖栏, 第二个呢, 是这个索影。 第三个呢, 是数据的浏览。 后面是基本的查询, 和复合的查询。 就这么一些基本的功能。 那盖栏里面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信息啊。 主要就是显示了, 这里面一个, 这叫做一个索影。 这是, 这个, 把它当作一个数据库啊, 这里面就是这个索影。 这个就相当于, 我们可以理解为, 麦森口当中的一张一张的表。 就一张一张的数据表。 可以这样对比着来理解啊。 好, 那我这里面, 我放了, 有这么两个索影, 两个测试的索影。 一个test index, 一个固子 index。 那具体可以看到呢, 这个索影, 索影里面有, 有具体的这个索影。 就好比呢, 有两张数据表。 然后再到数据浏览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呢, 可以查看到具体每个, 每一个索影里边, 它有哪些字段。 它的索影, 有一个类型, 内型下呢, 有些字段, 会存了一些数据。 那比如看我后面这个, 这个简单了解下, 这是我放的一些商品的数据啊。 比如我带一个固子index, 这么一个索影下, 然后呢, 我建了一个数据内型, 叫做一个type, 是固子type。 后面放的数据呢, 就有比如ID等于35的这个商品, ID等于36的商品, ID等于37的商品。 我这就是把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都拿过来了。 然后它里面存了有的, 我存的字段比较少, 我从来搜索里面拿过来呢, 我拿了一个固子内容, 拿了一个固子introduce, 就是上面的名称, 商品的描述。 后面呢, 还有一个商品的价格, 商品的漏图图片, 还有一个分类的名称, 别的都没了。 我就存了这么几个字段。 主要是搜索呢, 你想要根据哪些字段搜索, 就可以存哪些字段。 所以这是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这是我们提前安装好这么几个软件。 这个图形化的界面呢, 并不是必须的, 所以说呢, 你可以安装, 可以不安装。 然后呢, 启动之后, 由于需要跨域, 我们从9100请求到9200, 这其实就是跨域的, 章口不一样。 所以由于涉及到跨域, 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个配置, 就去改一个配置。 把这个elasticsearch的7.1.0的, 把它的一个config目录。 就我们的这个, elasticsearch的一个安装目录。 找到它的这个data, 就是它的config。 config。 config里面呢, 有一个elasticsearch的一个yml, 它放到这么一个后缀的一个配置键。 我们把它打开, 你就拖到这个编辑器里面。 到编辑器里面打开。 然后呢, 需要去新添加一个配置行。 你就往后面找。 你随便, 因为它里面绝大多数, 这基本上都是注释的。 都是注释的。 我们直接自己加就行。 加上我放的, 别人放的那么两横的一个配置。 就是http的一个curs.enable它, 就是开启这个curs的跨域。 然后呢, http.curs.origin, 放个信号。 就是允许哪些来跨域, 哪些域名来跨域。 那我们允许全部, 放个信号。 这样呢, 设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刚才这个图形化的机面, 通过910000号, 就能够去请求到920000号的数据了。 你不是跨域呢, 它可能就请求不了, 它就跨域了。 然后这是前面的两个, 前面的一共是三个了。 后面再有一个呢, 是elasticsearch的一个PP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具体要在我们的PP代码当中, 去用这个elasticsearch的这个数据库。 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个功能扩展, 就安装一个功能包。 那接下来就直接通过composer, 去进行安装就行。 所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去执行composer require, 这个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 就可以了。 所以到我们项目目中下, 去执行这个命令。 让它去进行安装。 当然需要连网。 我这还得连下网吧。 好,等它去安装一会儿。 那我选的修正吗? 我选的修正吗? 然后呢, 安装好之后, 那就可以去使用。 安装好之后就可以, 我们通过PP的代码, 就可以去连接到这个elasticsearch, 这个我们相当于一个速度引擎。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加一个PP的配置, PPIN的配置。 这个配置呢, 我测试过, 在我本地的那个PP7.0的, 就PP7.0的这个版本下, 不配置这个没问题。 但是在7.1, 7.2的呢, 它必须要配置。 不然使用过程当中, 它有可能报错。 我这就报错了。 所以我们需要, 大家可以直接去改一下, 把这个PPINI, 把其中有一项注释的配置项, 是那个SYS, 一个TMP的DR, 其实就是一个系统的临时目录, 临时目录的一个路径, 把这个路径给配置出来。 那比如把它前面的封号, 它前面注释的, 把前面的注释去掉, 写一个SYS, 下位线TMP, 下位线DR等于, 后面画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只要是我们电脑上, 真实存在的一个目录就行。 那我们一般用PP Study的话, PP Study下边就有一个TMP的目录, 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就写这么一个路径就行。 那如果不是用PP Study的, 那你可以自己去创建一个路径, 你也随便找一个盘, 你也创建一个目录, 拿过来, 作为一个临时目录, 就把它写出来就行。 否则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报一个错呢, 就是后面这个错, 就是它去使用这个CUR, 这个韩式库的时候, 会去报一个错呢, unable to create这个临时文件, 就是它去创建临时文件, 失败, 就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下这个PP Study。 那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这个软件的安装的过程就结束了。 一共是, 安装一个GDK, 必须安装的, 安装一个Elasticsearch, 它本身这个软件, 这是必须安装的。 然后呢, 是科选的一个, 那个Elasticsearch head的, 这么一个项目, 一个前段项目, 这是科选的。 然后呢, 我们PP这边的一个功能包, 这是必须安装的。 然后去配置一下这个PP-AI。